中间那三个字好了 那什么 青黑什么的 有没有 那我用 直接讲了 那就就是 天地会锦囊传 各位想那跟天地会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你要想到 氢气上升 国气恰降 这个就是天地会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是 外人是看不懂 那就是 天地会锦囊传 中间那个字 好 那我们看这边这个字呢 川大车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川大车日 因为我们写字只有写一半 所以大家一定看不懂 这个叫做 顺天转明 顺天转明 你写一下就知道了 很清楚啊 很清楚 好 再来右边那个呢 川大钉手 所以你常常有看到川大钉手 这个旗帜飘扬的话 那个就是 叫做 顺天行道 那你如果上了梁山看到他写什么吗 他写替天行道 对不对 水浒传是不是写替天行道 那鸿门呢 是秉持着水浒传的 水浒传的 梁山的精神 我们改一个字 我们叫 顺天行道 顺天行道 这个秘语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路上 被人家拦路打劫的时候 你就要抢这个 如果你被人家拦路打劫 你们赶快把它抄起来 万一被拦路打劫的时候 赶快念出这个数语 通关密 然后你们要跟他讲 你们的大哥是谁 大哥就是我 要讲我的名字才有用 不讲我的名字是没有用的 佛祖古城在路中 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还是什么 这个在江湖上的书语是指道陷 是指成道陷 佛祖古城 擋在路中 也就是指道陷 那你要念啊 佛祖古城在路中 弘家兄弟四喊东 万万一兄犯我过 百万兄弟聚姓弘 这样会不会 不用背那么多 前四句就好 哈哈哈哈 那接下来他就问说 那你大哥是谁 大哥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你要记住 不要讲不清楚 鸿门是讲这个的 他一定会问的 这个是通关密语 鸿门是一个很神秘的处置 言谈手势切口密语都非常多 现在所有江湖上所讲的话 全部是来自于鸿门的 全部 没有例外的 全部都是在鸿门的秘密 包华前 我们平常随便讲的话 都是跟鸿门有关系的 比方说 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是鸿门的话 是不是 灯不点不亮 这个也都是鸿门的话 火不打不响 是不是 江湖话在讲的时候 是很有趣的 他就是一个理语的方式来表达 但是呢 他是属于不必读什么书 但是他就可以延期了 那孙宗欣先生加入鸿门之后 他就学习了鸿门这一套 就密语 比方讲说 加入革命党 他就问 你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他就要回答 我从南方来 要往北方去 南方是革命党 北方是要去革命 那你要去找谁呢 革命党人就要说 我要去找陆浩东 各位认识陆浩东是谁吗 如果革命党说 不认识陆浩东 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所以鸿门也是一样 鸿门也会讲一个名字 让你去讲 这个我就不讲 你们一定想是想谁 对不对 绝对不是伟小宝 千万不要乱讲 讲到伟小宝 所以说呢 鸿门 孙宗欣先生加入鸿门的时候 就把鸿门这一套 全部搬进革命党 把这个通关密语 就把它运作了一下 那我们鸿门的通关密语很多 我这只是举这个 其中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可以用了 看下一页 好 我们现在讲鸿门的文化好了 鸿门的文化是比较上来 跟所有的社团都不一样 它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第一个崇拜的是 刘关章 陶原三杰议 三杰议的中义文化 为什么叫陶原三杰议的中义文化呢 就是 陶原杰议刘关章 凶中地义 信明阳 不信曹公 忠良将 万古流民 世无双 鸿门最重视的就是 关公的中义的精神 所以鸿门任何仪式里面 就请神 一定请关公 下来做见证 所以加入鸿门 一定有神人共见 才可以入会 跟一般的社团 什么举手入会 都不一样的 鸿门是很严厉的入会仪式 严厉的入会仪式 好 第二个呢 梁山水浒的一个 根本的文化 梁山讲的是什么 替天行道 行为是什么呢 行为的选择呢 就是兄弟一条心 大碗的喝酒 大口的吃肉 说再往下走 就是坐地分招 一起分钱 梁山文化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加入鸿门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以前的梁山叫聚义厅 后来扩大以后呢 变成忠义堂 所以现在鸿门整个的仪式 一定是以忠义堂 作为背景 是完全成习啊 刚才你们有看到 梁山上面那些编制 那完全是 副字堂 所以当时的 宋江在节108安 然后宝汉结义的时候 他就说呢 切念将等 习分异地 金聚异堂 指天地为父母 准新臣为兄弟 这就是天地会的由来 天父弟母 所谓的兄弟就是新臣 所谓的新臣就是三十六天罡 跟七十二地上 所以加入鸿门就是明列先班 到三十六天罡跟七十二地上去 这样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鸿门的梁山的根本的文化 再来就是正成功的反心复明的思想 因为鸿门呢 是正成功的部队之一 当时是负责做情报人 这些情报人员就过敌在少林寺做和尚 所以我们鸿门有传承少林寺 是这样来的 就是我们的人是隐藏在少林寺里面当和尚 然后呢 学习少林武功 接受躲在那个地方 作为反心复明的一个基地 好 这个少林武术 就是传承 作为我们强健要打仗 鸿门是一个革命团体 所以每个人都要练武功 每个人都要练功法 那不是光是练练养生气功而已 是真的要打 刀枪剑井 鸿门要练是要打仗的 那现在的鸿门要不要练呢 现在的鸿门是自由 如果你想要练的话呢 我们就会叫醒 再来就是 中华道教的阴阳八卦之学说 因为鸿门呢 所有的仪式都是用道教的仪式 所有的设备都是用阴阳八卦 五行正在做 所以鸿门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很复杂 那整个的仪式是围绕在八卦里面 在做这个运作 这是鸿门的一个方法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要 就暂停到这个位置 我们要谈 我们的养生的一个 我们的文化 我刚刚大约做了简单的介绍 我们下单的视频